Hello 大家好 我是维电新能源汽车社区的进化 为了参加今晚这场由滴滴出行举办的发布会 我是特地考了一个网约车驾驶证 到底今晚有什么重磅产品的发布 值得我如此的入戏呢 快来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这次的发布会 滴滴的几位大佬来了 比亚迪的大佬也来了 还请来了一位明星 孟美斯也到了现场 你说刚好就巧了 我们维电的摄影师 恰好就是一位孟美奇的铁粉 Hello 打个招呼 整个发布会最重要的产品 当然莫过于滴滴跟比亚连合打造的第一了 等一会发布会结束 我们就一起上台近距离看一看 大家好 我是吴振青年 成为D1的发布 是共享的里程碑 D1是有幸服务 5.5亿人出现服务的企业 我们要从更高的标志 还要求我们的D1 Always D1 好了我身旁的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第一实车了 专为网约车定制打造 说实话这段时间重磅发布的新车还蛮多的 但我感觉无论是车主还是各位媒体朋友 都对这样一个全新物种更感兴趣 因为它确实太特殊了 比如说它这一个侧滑门是电动的 并且只在乘客这一侧有 然后里面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毕竟它是基于纯电动平台打造的 所以将轴距和空间发挥到了极致 关于更多这台车的细节呢 我不太想在这一个视频跟大家聊太多啊 因为很快很快 我就会对这一台车进行一个全球动态手势 大家一定要关注维电新能源汽车社区哦 无论是里面的细节 还是关于它的动力参数 我都会为大家一一到来 那么今天呢 就让我为大家从产业的角度 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滴滴要推出这么一款车 未来有多大的市场 会对未来的出行领域产生怎样的变革呢 第一车厂什么样 其实大家通过视频都能够看出来了 这是一款非常别致的纯电动MPV 主打色是一个叫做青果色的绿色 非常的年轻时尚 并且它的前后尾的都是贯串式的 它的侧裙和窗线之间还有个内凹的造型 很有概念车的感觉 关于车厂产品部分呢 我就不多说了 我会另起一条视频 带大家去一个美美的地方 好好测一下这款车 这个之前已经提到 它最特别的地方一定是它的侧滑门了 这个门的好处呢 一个是安全 很多人下车啊 看到不看就直接轰一下就开门 对车啊 还有对外面的人都是非常不好的 另一个呢 是提高了效率 面对一台陌生的汽车啊 你开关们肯定都不会那么熟悉的 再加上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车门没有关景 有的时候还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隐藏式门把手 这些都会耽误非常多的不必要时间的 另一个亮点呢 是它的车机是深度定制的 不再需要用手机通过屏幕 就可以实现接单啊 还有寻找路线那一些 它跟车内的方向盘和摄像头还是深度联动的 不仅仅是一块孤立的屏 司机只需要按一下方向盘的滴滴键 就能够实现一键接单了 数据部分其实是最早公开的 这台车最早是在工信部第335P的 新车申报公式中亮相 那么它的续航数据呢 就是往后退一个月 就是下一个月的新能源目录 还有免征购置税目录就公布了 综合续航是418公里 采用了由比亚迪福迪提供的 磷酸铁铁刀片电池 我来之前呢问了好几个滴滴师傅 他们都表示400公里完全够用的 那么动力方面呢 滴滴第1是搭载一个最大功率 100千瓦的电机 这样一个动力啊 跟一些市面上追求极致性能电动车 肯定是没法比的 但跟同级别的燃油车相比 已经是绰绰有余的 这也符合第1自身的出行定位 很多师傅啊 第一次接住纯电动车 哇猛的一踩油门 觉得非常的舒适啊 结果后排乘客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第1的动力是刚刚合适的 滴滴官方称呢 第1是以A级车的尺寸 实现了B级车的轴距和C级车的舒适度 这个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毕竟第1是基于纯电动平台打造的 比起市面上一大堆有改电的纯电动车来说 肯定是好的太多太多 所以他做到了4390的车长 就达到了2800的轴距 内部后排的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和肩部空间分别为 10000 992和1425 不仅没有地板凸起 座椅也不再是一个小板凳了 非常的舒适 但空间到底如何呢 维电新能源汽车社区 接下来将用人肉来进行一下实地测量 通常来讲无论是主驾副驾还是后排 座椅的用料材质这些好歹都是一样的 仅仅是在功能上做出了区分 但对于网约车的出行用车场景来说 长途驾驶的司机和短途乘坐的乘客来说 他们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第一呢就专门为主驾定制了一个偏硬的超级座椅 能够给予更好的腿部支撑 让司机在长时间驾驶中也能够缓解疲劳 在中央扶手处呢 还有一个专属的公文包 并且可以随身携带的 我们先从硬件上来说 刚才提到C级车的后排空间 但要做到头等舱的待遇 仅仅靠大是远远不够的 而第一呢就为乘客提供了 偏软偏舒适的座椅 坐起来会更加的舒适 后排的娱乐屏幕为乘客提供了唱K 还有购物这些种种功能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细节的设计 比如说USB接口水杯之下 还有挂钩等等 到时候呢我也会拿着食物一个一个的去做测试 转件上乘客可以在APP中设置彩虹接架灯 一共有六种颜色可供选择 让我们在看不清后排的夜间 也能够一眼就找出自己的专属车型了 在APP上乘客还可以自行调节座椅的通风 空调温度风量等等 不仅可以让我们的乘车更加舒适 还减少了司机的分心 让我们的乘车更加安全 根据官方消息呢 DE在今年的12月就会在湖南长沙首发投入使用了 未来还将铺设到全国更多的城市 但具体是哪些城市呢 官方还没有公布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PPT很有意思啊 后面画的好像是深圳啊 北京 还有重庆这几个城市的立体扁平绘画 不知道接下来城市跟上面几个城市有没有关联 发布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啊 就有好多粉丝和车主问我啊 这款车我能不能买到呢 那么答案是很明确的 不能 这款车仅仅是对公销售 暂时不开放个人的购买 而它的售卖方式也非常的奇特 并不是按整车的售卖方式 而是按公里付费 所以大大降低了司机的准入门槛 定制第一是要花钱的 既然决定了花钱 那么对滴滴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 放在以前是各大注定平台来买车 然后将车租给司机 现在呢 相当于滴滴自己就掌握了车辆本身 因为是大规模的生产 所以成本也可以控制的更加的低 因为车型统一了 后续的车辆管理维护也能够提升效率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一车辆硬件本身跟后台数据是相连的 每天无数奔跑车的网约车 都是接下来布局自动驾驶的关键数据来源 好处刚才也说这么多了 其实对任何一家出行品牌而言呢 拥有一台自己品牌专属的定制网约车 想必都是共同的追求 但从零开始深度定制打造一台新车 难度可想而知 一个是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支持 另一个是需要你本身就拥有海量的乘客出行数据 足以证明你这一个产品经理提出的需求是正确的 才敢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而目前能够同时满足这两者条件的 尤其只有滴滴一家了 从出行领域来讲呢 滴滴滴毫无疑问为乘客提供了更优质的服务 深度定制带来的享受是常规车型永远都不可能比拟的 定制化的配置 比如说滴滴一键接单纳这些功能 看上去是方便的司机 但从本质上来讲 是让司机更加专注的开车 是让我们的乘客出行更加安全 此外还有比如说刀片电池啊 车道偏离预警 紧急自动刹车这些安全配置 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出行安全指数 既安全又舒适 关键价格还便宜 相信乘客们都会自然而然的去选择乘坐我们的滴滴滴一了 那如果脱离出行领域来讲呢 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提到了乘客用APP来进行车辆调节 还有后排的车载娱乐系统 此时此刻滴滴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约车巡车付款的工具 而是一个以出行为基点 延伸至生活周边的本地生活服务软件 那么这一个市场就更大了 滴滴身上的很多功能啊 我保证无论你是比亚迪奥迪还是布加迪 作为一个主机场你想碰的脑袋也不可能想到这么周全的 因为你本身就不是做这件事情的 没有出行市场的经验和积累 当然你非要拥有经验也不是不可能 但主机场本身又不是做这一块业务的 为了这一块戏份市场专门去做是不划算的 那么最终就造成了主机场诞生了一大堆 所谓的网约车版本 却又非常的不适合网约车出行 滴滴出行算是牵了一个头 传统的主机场变成了为各个企业深度定制的服务商 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各取所需 每一个行业或许都能够打造出自己领域专属的定制车型 或许是出行 或许是物流 或许是自动驾驶 还有可能是主机场从来就没有接触到的小众领域 感谢观看